2013年年初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局的民警 在例行的工作巡访中发现 在南京市大厂各塘街道 小山路旁的四周村 有一个名叫张敏的村民 已经三年没有出现了 我们查了以后发现 2010年的上半年之前 张敏经常会有一些 有些纠纷 有这方面的设计的技术 然后从2011年下半年以后 就发现张敏给我们感觉 好像突然的消失一击了 根据了解在失踪之前 张敏与父母和妻儿的关系很差 家里经常闹得鸡犬不宁 而从2010年后半年开始 这个家一下子恢复了平静 张敏的父母说儿子外出打工了 不过四周村的村民们说 这三年一直是张敏的父母和儿戏 孙子在家 即使是过年过节 也没有看到张敏回来 并且有人曾经看到张敏的父母出门烧纸 这个张敏的父母亲呢 有时候到学校去接这个小孩放学 然后有些老师就会好奇 会问你 你儿子张敏好像好长时间没见到 然后这个张敏的父母亲呢 就说 跟学校说 说我儿子在外面吸毒 在外里死掉了 然后公安局通知我们去收吃 然后我们申请 没去 张敏的父母对邻居的说法 和对孙子所在学校老师的说法不一致 使得张敏失踪的疑点不断上升 隔堂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向南京市公安局 也将工业开发区分局做了汇报 民警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 张敏失踪之前在外面签了不少外债 于是民警们根据所掌握的信纵 做出了两个推断 一个是张敏有可能被债主逼债时发生的意外 第二个就是张敏长期和家人不和 他的失踪可能跟家人有关 不过第一个推断很快就被否定的 即和人民不在的话 一般来讲家亲属家人会报案 而我们也没接到这方面的报案 2013年5月22日 民警们将张敏的父母和妻子带回派出所 进行专门的调查工作 我们选择在了早上九点钟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考虑到孩子要上学 太早了 因为我们怕万一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误会的话 然后那么对当着孩子的面 我们都怕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面对派出所民警的询问 张敏的父母说出了一个隐藏了三民的秘密 那么张敏究竟去了哪里 他现在是死是活 而他的父母隐藏了三民的秘密 又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曹东 张敏已经消失了三年 这三年张家人过得非常的安稳 每当有人问及张敏的下落 张家的这个父母就说 儿子已经出去打工了 那至今未归 其实啊 这张敏早就死了 那么杀人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亲生父母 张敏的父母告诉犯案民警 他们的儿子张敏并没有外出打工 也不是遇到了仇人 遭遇不测 而是他们自己亲手 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 尸体埋在了自家的菜地旁 为了验证张敏父母的说法 在张敏父亲的指认下 犯案民警来到了他们所说的菜地旁 果然在挖到一米多身时 发现了张敏的尸体 被那个塑料袋给裹着 然后对外层的是 就农村用的挑土用的 挑土用的那种 就是麻绳都在那个 一个从它的位置看 应该是在头部 头部的那个位置都 然后脚下面呢 也有一根栓子栓子 栓子它可能是放一边 就是运输尸体啊 在对埋尸体点击周围进行取证后 民警们将尸体运回法医中心 所进一步的检验分析 主要的损伤是集中在头部 头颅的基本上是属于崩裂 很多都是碎骨片在里面 这个骨质形态呢 从法医学的角度讲呢 就是我们分析认为是由 钝性工具 就是类似于金属类的打击造成的 那么张敏的父母 为何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吓死独手呢 张敏的父母向警方交代 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杀死儿子 而是由于不堪忍受儿子长期的家庭暴力 他们决定找个机会把儿子用绳子捆起来 好好教训他一下 有了这个计划之后 老两口怕体力敌不过儿子 就去求朋友汪某帮忙 当时我老太太 是我逼他的 我说你够不够的 我说你能抓一个人吧 我说 过到他他妈 你过到明天过个年次 求我 一定要救救我这个家庭 家庭 再不救救王他了 就命令你要死亡这个人 要孙子 你不敢来家这个人 他就是汪某 是张敏父亲的朋友 汪某说 开始他认为自己是个外人 不好插手别人家里的事 但是张敏 一次次的过分行为 也让他觉得无法容忍 最终在张敏父母的哀求下 汪某还是决定帮这个忙 2010年五月的一天晚上 张敏在屋里跟儿子一起睡觉 张敏的母亲走进屋里 先将孙子抱了出来 汪某怕张敏的父母会做出极端行为 还特意决住了老两口 这个呢 我只能跟他参加了给他帮他 吃到事情 你把那些 不能给他了 你吃给他吃 喝给他喝 送走汪某后 为了防止朝行孙子 张敏的父母 把困住手脚的儿子抱到厨房里 开始教训他 我是张敏 我说你心态很了 你比你父母算了 我说你啊 是一样没人的好孩子 我说你的小孩是不如的 你会给他上学 说了之后 然后这个张敏就说了一句 你们给我等着 然后这个老两口怕他吵 然后这个 吵到别人 然后就拿那个抹布 把他这个堆给堵上 张敏的母亲吸数着儿子 之前种种伤害家人的行为 情绪越来越激动 最后竟然拿起了 靠在墙边的橱头 你不成人的仇 还是我要干 一小子不成 我去 我一小子 那一小子来 我是开得清 或者我要给的一小子 他应该想不到 就是跟屋 但是想教训教训的 那当时坏了 当时 好像他鼻子 他其他事 我死的了 也没办法 我说 我说有多数事 据张敏的父母讲 发现儿子已经死亡后 他们很是惊慌 为了掩人耳目 老两口伤害的 赶紧把尸体处理掉 拿一根扁带 然后把它这个 弄到这个 穿过去 两边 手和脚 就在这儿 都有这个绳子 然后就穿过去 老两口 令人呛呛地 把儿子的尸体 埋在了自家的菜地棚 随后老两口 返回家住 为了不让外人发觉 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 发生过一样 继续过去了日子 老两口说 之前之所以没去投案厕首 是因为孙子太小 需要人来照顾 这上年我们主要还是维持这个救援 维持把孙子带好 我在复杂孙子的男人追送 这是我已经引进的 之后的日子 即使张敏三年没有在村里出现过 也没有引起村民们太多的猜疑 而警方通过询问和调查发现 原本已有嫌疑的张敏的妻子小梅三年来 竟然完全不知道公佛 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我听到这样上人案件 我心想 我以为是这名在外面 感染大家 或者感染这个 我觉得他在外面 传什么厚历 如果真的他们出事 然后这个孙子 可能还是要有点抚养 所以说我们分析 这个张敏的父母性 也不太可能 把这个张敏的妻子 绝对到这件事情 虽然村子里没有关于张敏失踪 过多的关注和猜测 那这三年来 家里的其他成员 难道也没有怀疑 或察觉到什么吗 他的意味 他就是一个 一不经常 一不在家 他再回来不回来 我们感觉很 一不作为 大家心里面 可能都是希望他 最好不在家 是最好的 就家里面的菜品 还知道 在家里面 他就像一个机会一样的 我们在家就不想吃 他你要知道 按照张敏的妻子 以及妹妹的说法 三年来张敏就这样 可有可无的消失了 那么张敏究竟做了什么 让这个家 变成如此现状呢 父母联手 居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 这样的事 真是非常的稀罕 如果您也想参与 本期节目的讨论 或了解本栏目的 更多的资讯和内容 拿出手机扫一扫 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介绍一下 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邸郭增 邸律师 欢迎你 这位是郭松敏 我们的节目的特约评论员 欢迎您 你好 实际上这里边 必须要先明确一个法律问题 这父母一开始 他是想教训一下儿子 没想到最后手中了 把儿子给杀害了 那这样的行为 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定性 老两口的行为 情有可原 但是法律不容 你还说他们已经涉嫌 故意杀人了 根据小片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先是捆绑 捆绑之后 拿锄头击打 被害人的头部 头部是致命不畏 这个肯定是构成 涉嫌故意杀人罪 而且击打不是一项 对 如果你要是击打腿部 打腿 那可能就故意伤害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这个案件 有特殊性 就一个事出有因 被害人 他因为是常年的作恶多端 对 应该就是一个祸 对 丧心病狂 对 所以应该说 他存在严重过错 另外一个就是激情犯罪 老两口是应该说 是一时激愤 越说越气 对 所以这个在法律上 应该认定为情节较轻 量刑一般在三年到十年之间 但这里必须我们还要强调 就是虽然情无可原 但是任何人未经法律判决 都不能对他人进行人身的侵害 对 这里边还有一事 他把这个儿子杀死之后 就埋在这个菜地里了 然后呢 整整瞒了三年 如果他把儿子打死之后 第一时间报案 跟满了三年之间 是不是也有本质的区别 对 因为后悔的事就没办法了 但是如果他当时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 可以法律上认定自首 自首是法定的从轻和减轻情节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他父母的朋友汪某 我们一看就是身强力壮 应该说制服他儿子 夫妇有余 他帮着把儿子给绑了 绑完了之后 他就走了 那么导致最终张敏被父母给打死了 汪某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还是由法院来认定 但我个人觉得汪某 他只是实施一个捆绑行为 这肯定是有违法的 但是我觉得还不构成犯罪 因为后来的犯罪行为 他全过程都没有参与 最后看法律怎么认定 对 郭先生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掌的 父母把自己亲儿子给打死了 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定是相当的复杂 您给分析一下 他们当时的心情可能会是什么样 首先我想跟底力师讨论一个问题 我提一个意见 我觉得他可能是故意伤害致死 可能一开始他还没有杀死 他的故意 就是想教训一下他 教训他可能有一种伤害的动机在里面 对吧 但是结果失手打死了 可能这样会更准确切 当然法律上的问题 体育师更加熟悉 我觉得从老人的心理来看 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种 一个就是说伤心 儿子养这么大了 本来应该是家里的顶囊柱 应该替已经年迈的父母分担一些风雨 结果他却成了家里的祸害 我觉得伤心应该是一个很压抑的 这样一个情绪 还有一个就是绝望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没有办法 这么多年以来 没有办法 就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 这样一个办法 就是完全处于一种非常绝望的 这样一个状态 事可忍输不可忍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恐惧 就是他们特别担心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孙子会怎么办 就是儿子在家里呢 就是经常的有家庭的暴力 而且把家里的窗户啊 什么这很多家具都给砸坏了 那么不让孩子上学 那么这样的话 从长眼来看 整个家庭就会被他摧毁 对 我觉得这种恐惧的心理 也是很重的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无助 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们没有办法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 我们知道把孩子捆起来教训 这个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 但是他们只能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可以想见 两位老人多么无助 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 都给他绑成那样了 都已经开始揍他了 然后他还在说 你们等着 就是别给他松开绑 一松开绑 这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老两口可能也是没辙了 对 加剧了他的恐惧心理 现在呢 来看这个张敏 就是一个祸害 是一个孽障 但是他小的时候 村民对他的评价 普遍 还都行 张敏一家人一直生活在南京市大厂 和唐吉道小山路旁的四周村 张敏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农活 他和妹妹就在家里帮助父母做做家务 然后他烧饭 我洗衣服 妹妹烧大教的嘛 都还好 村子里面那时候都讲说 这家小孩不错 张敏上学时成绩一直不太好 初中毕业后 就到离家不远的地方 跟着厨师做学徒 他学徒的时候 一个月才50块钱 就是一个月挣50块钱回来 都叫到家里面来 给我们的感觉呢 这个小孩呢 为人当时呢 很好爽 也很增进人 在这个组里面 对着老同志啊 什么都很增进 离家出去做学徒的这段时间 张敏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整个人开始发生变化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是 不怎么回来 时间长了 在外面就心有点野掉了 就可能社会上 他也排除 他所谓的一些朋友了 慢慢慢慢就是 好像跟家里 就是慢慢感情就淡了 随着和社会上的朋友 接触越来越多 张敏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经常和家里人发生冲突 2000年4月 张敏与在同一家饭店打工的 小梅结了婚 而在结婚前 她就曾多次向未婚妻大大出售 每次打成的脸全部又亲又子 跟你讲真的他们下去 他这样 那时候工作也不好干了 因为当年服务员 你怎么去那个 对吧 所以每次就在家谢谢 张敏的妻子小梅是安徽人 为了不留在家里种地 所以来到江苏打工 在工作期间认识了张敏 并从张敏开始谈恋爱 小梅说虽然婚前张敏 对自己有过多次的暴力行为 但她当时认为 也许结了婚 这一现状就会有所改变 能嫁到这边拿地方好 而且家里面有房子 有楼房 有什么的 就会 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这些东西 张敏在结婚后 曾跟岳父一起做建筑工程 也赚了一些钱 但此时的他 沾染上了赌博 甚至拿工程款去赌 后来工程亏本 他也就不愿再做了 他赌到最后 肯定输钱了 输钱了又想 把他弄回来 这个时候肯定就是在外面借钱 所以当时就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张敏结婚后 父母专门为他和妻子 开了一间房 之后张敏的儿子也出生了 但张敏并没有因此 而有所改观 为了还赌博欠下的高利贷 他就逼着妻子去签字 把房子抵押了出去 他那天晚上回来不是喊我吗 你今天晚上不跟我去 你就死 经过我们协调 这个债主也不错 任何利息没也要 你把本金还给他 他把这个房契 全部还给这个 这个专门父母了 自从张敏开始赌博 就在外面不断的签债 一家人都跟着受连累 张敏的父亲 因为年事已高 没有办法再种地了 就出去找了一份看门的工作 张敏的母亲 就在家里种菜卖菜 以维持生计 08年至09年 这个家庭 我就拿他告诉我 我本来在外面一个星期 看到门 看到门 然后拿来说 然后你要回来 我父亲还叫明像吸毒 张敏的父亲很快回到家中 张敏并不承认自己吸毒 但此时的他 开始失去了一只 疯狂的殴打家人 除了妻子 连父母和儿子 也不放过 我叫孙子一来叫 我走 拿着 那个提前 一提 我叫孙子口里 那是 目的要成吸毒 天明回来 他自己别 他叫啥 他叫啥 小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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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钱给他 他就讲了 再听 再没了钱给他 这大小孩 妈 妈里面拿你呢 这就给他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整天不是 也不学好 然后我爸妈就喊到家里面亲戚 来给他做思想工作的 跟他就是好好谈谈 说一说 就是 结果他 人家还没说两句 他一个饭完就打到我妈头上 我想跟他结婚 后来我心想 我怕小孩 我叫不到 后来听人家讲 不是讲 小孩到十三岁岁 十四岁岁岁岁 可以小孩自己选择 跟父母 跟哪一方 后来我就讲 在人 各一段时间 跟他吐气 除了在家里闹 有时张敏还会到 儿子所就读的学校去闹事 学校的老师 只好找来张敏的父母 张敏的暴力行为在不断升级 为了防止儿子业力对自己不利 老两口之后 在通向卧室的楼梯上 装了一个防盗门 后来发展到后面 就是他们老两口 就是晚上睡觉 一个睡觉 一个就是坐着 必须要有个人清醒着 然后就是这么样 轮流的导 其实张敏开始吸毒后 张敏的父母也曾想 把儿子送到戒毒所 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天张敏再次为要钱大闹 父亲就报了案 等到民警处理完离开后 张敏竟然开车 要撞死附近 从这个地方到墙镇里 有个车子门里击转了 转到爸爸 他把他绳子一切一下子 没有转之后 他的车子不好转了 那他甚至财亭 不然那天是 当然他爸爸一转死了 他这家这个他爸爸呢 在这个门口 没有注意 他开车子在这边过来 小车子一样 我指定的基地 现在我才能不过装死 他当时在讲 他还没 我指定装死这个老实的 他拿着父母 他能去掉牙 就是这件事 让张敏的父母觉得 这个家再也没有办法 待下去了 不然肯定会闹出人命 一天趁张敏不在家 老两口带着儿媳和孙子 逃到安徽 躲了起来 我想想 我们两个在家 在外没得涉及了 我家老头 如果找他给我把家 用米筒 口一点钱 如果在那边 如果石头上 也得买一点钱 给这小孩 我们在他后处给他 他小啊 我说给他 多大练领期 我说我们在他的 这下够拉起 张敏的妹妹几年前 嫁到离家不远的村子里 张敏回家后 找不到父母 妻子和儿子 就开着车去妹妹 所在的村子乱转悠 威胁妹妹 要说出家人藏身的地方 我车子要是撞到人 反正做保险 怕什么 我自己还能撞到一笔呢 他就是这么想的还知道 所以他并不是讲 吓吓你而已 因为为什么 我父母能躲起来 他就是真的不是 吓唬你而已 是真的能做出来了 已经到了那种 就是 所以我父母 为什么后来出这种事 你不 后来我们回村子 村子也讲 说你不把他打死 你家里面 必然要至少死一个 才会收手 一方面 女儿承受着张敏的威胁 一方面经济上 也很难再维持 于是在安徽 躲藏了近四十天后 张敏的父母带着儿媳和孙子 又回到了四周孙的家里 由于不堪丈夫不断的家庭暴力 张敏的妻子小梅 在回家后不久 又带着孩子搬到市区的一个出租屋内 自己取下橱桂厂打工 以维持母子俩的生计 天天 他到家那个地方 找家人到家 那个地方吃饭 我家人天天 给他 看到他去就晃死了 儿妻和孙子搬出去住了 两两口在家继续忍住着张敏 不断的要钱和殴打 终于有一天 老两口决定 要用绳策把儿子捆起来 好好教训一下 张敏的父母怕自己不如儿子的力气大 所以去求朋友汪某来帮忙 汪某绑好张敏后离开 张敏的母亲在痛斥儿子恶心的过程中 情绪失控 拿起图头 失手 打死了儿子 张敏死后不久 老两口就给在外面租房子住的儿妻打电话 说张敏出去打工来 让他们回家来住 张敏的妻子带着孩子重新回到了四周村 跟公伙一起平静地生活了三年 这期间老两口对外说 儿子外出打工来 而在家里 没有人愿意提起张敏这个人 因此张敏母亲失手打死儿子的事情 这样一瞒就是三年 面对警方的询问 张敏的父母说 张敏死后的这三年 他们一心之想好好照顾好孙子 其实他们也知道 早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事情肯定是早知道出国的 我这个家庭的样子 是人人坚持得知道 我们实在也舍不了 我也没办法 但是突然面对张敏被公婆亲手打死这样一个事实 其次小妹一时却难以接受 那必定是父亲两个人 你说一遍 一遍是他 一遍是他们 他父母丢一忙好的 你想嘛 从来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也没吵过家 也没干 一遍是我那么爱过这么多年的人 你说我应该放哪个假话呢 在案发后 了解张家情况的四周村的村民们 在得知张敏父母因涉嫌杀人 被警方淡过后 写下了联名情愿书 希望可以轻判两位老人 因为他们都是村民 天天住在一起 比我们更清楚 什么时候啊 等等什么时候 小孩回来闹啊 什么打骂父母啊 等等东西 法律上来讲他们犯罪了 但是做人上面 这个父母村子里面 说这位邻居人说 对他父母的作为人 处事 还是评价很高的 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 对他儿子呢 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评价都不好 目前张敏父母 因涉嫌杀死亲生儿子的案件 已被移交到南京市六合区 人民检察院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悲剧 父母失去了儿子 妻子失去了丈夫 而孩子失去了爸爸 那么这场悲剧的真正元凶是谁呢 郭先生 关于这一点呢 我想说三点啊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短片 我们可以看到毒品猛一虎 这个黄毒毒这三样东西 一样都不能沾 但是这里边呢 当时呢 他沾了两样 一个是毒 一个是毒品 对吧 那么沾上以后呢 尤其是毒品 人沾上以后 好好的一个人 就会变成一个野兽 是 所以他实际上等于是 他在家里就就把整个这个家都给祸害掉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们看到当地对这个吸毒人员的管理 是存在着严重的疏漏的 像他这样 他不仅是一个吸毒人员 而且呢 他已经成了当地的一个祸害 但是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没有把他送去强制戒毒 如果这措施 能够及早采取的话 那么也不会出来 后来的悲喜 请教一下底律师 我国的法律 对这个吸毒人员是怎么管理的 咱们国家禁毒法规定啊 首先是社区戒毒 要和社区签订一个戒毒协议 三年之内必须戒毒 定期检查 定期治疗 对 如果拒绝社区戒毒 那么或者是戒毒不了的 国家要强制隔离戒毒 限制的人身自由了 对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进行戒毒 那么一般的最短是一年 最长是三年 对 我们看到这个村民啊 也是非常的热心 他们认为这个张家的父母 他们非常的冤枉 虽然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是为民除害 所以呢 联名请愿啊 这个请愿书 到底对这个张敏的父母的量刑上 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这里要说呢 法律要尊重民意 但是法律不能被民意所左右啊 在这种实践中呢 请愿书呢 一般在法院呢 会作为一种 在量刑上 法律法官呢 会着定的请考虑 对 对这个量刑啊 会有多少 会有一些影响吧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 关注一下CCTV慈善之夜 因为在当时的启动仪式上 我们请来了很多的明星 他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慈善倡议 今天呢 我们来听听韩磊 他的倡议是什么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 现在在我们全国 有三千多万的这个 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们 每分每秒都需要被人去关心 关爱 关注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让全社会的人更加关注这些老人们 我倡议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 让全天下的老人有尊严地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一生亲切的问候在谈动 融化了冰雪 融化了愁眉 当爱蔓延到无边不停 世界会变得多么美丽 当暗血已化成默默的感动 每个人都有一家人的情 刚才韩磊提出了时下 我们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要善待老人 那到今年为止 我国的老人人口的总数 首次突破了两个亿 老龄化的这个水平已经到了14.8% 那其中呢 大概是三千多万为失能老人 什么叫失能老人 他要符合六个标准 就是不能完成吃饭 不能穿衣 不能上下床 不能上厕所 不能室内走动 不能洗澡 这六项指标 那么也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老人 那如何保证 尤其是这些失能老人 让他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那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今天呢 我们也是点击了一下 我们这个微博平台 大家发言也非常的踊跃 我们来看其中的几条 这是山东日照的一位朋友 山水龙亭 我的父亲母亲啊 我能拿什么来爱你 如果上天真的灵验 我愿把自己分成两半 一半换来爸爸结实的身板 一半赎回妈妈逝去的容颜 多么孝顺的一孩子呀 我们再来看这位 来自江苏 他说老无老以寄人之老 关爱老人不能只在每年的重阳节 做一次表演 而应该从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做起 我们再来看一条 这位朋友 他说这是上海的啊 梁芷 去做临终关怀的志愿者 今天呢 一进病房 看到床上的老人 就没止住眼泪 走的时候说 我们下周一定来 你一定要等我呀 一定 有的生命可能你一转身 他就逝去了 确实是非常的脆弱 那针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我先想听听国僧 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第一呢 这个忙都忙西 不要把自己的父母忙丢了 因为老年全运法 也有这种常回家咖啡条款 必须定期回家看望父母 第二呢 西洋 雨夜公路经线罗亭女师 案发现场却无丝毫线索 一点线索 不知道这个女师是怎么回事 谣言似起 众人纷纷猜测 是杰彩还是感情纠葛 如果两个人一起 那个事情就没有人了 深夜大雨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雨夜夺命人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